大慈大悲 善巧方便 从我们的身上落实 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 帮助的目的友善 帮助上根人 在这一生聊生死出三界 往生净土不退成佛 这帮助上根人 帮助中根人 帮助他们破灭开悟 帮助他们提升境界 帮助下根人 种菩提善根 换一句话说 不论上中下根 我们要如祝福菩萨一样 平等利用 在自己来说 离世都平等 在众生来说 离世平等的 世不平等 世为什么不平等呢 果然善根福的因缘不同 道理在此地 除世下 除世下 真的是看破放下 自在随便 老使念佛 求生净土 常遂从故 佛陀在世 是不离开佛陀 佛到哪里 这些学生们 这些学生们跟到哪里 常遂中啊 不离开的 那么今天 佛陀在世了 我们这个常遂怎么学呢 常遂经教 常遂佛菩萨圣像 神像 使我们真诚 恭敬 有所归下了 我们的真诚心 我们的恭敬心 从什么地方生起来呢 从佛菩萨的形象 我们见到佛像 见到菩萨像 缩然其境 恭敬离拜 这个是每一个佛弟子 都做得到啊 可是 怎样把这一份 真诚 恭敬的心形 遍及现行 一切众生 换一句话说 我们对一切众生的真诚恭敬 如同对佛菩萨 无二无别 这是我们供养佛像 菩萨像 真正的 义趣 这一条里面 就是常随意 最重要的 是随顺经论的教会 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够 随从 兼论教会 我们就离开佛菩萨了 当年 佛的这些常随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这里面包括什么呢 三家世 他们司徒 总共一千人 舍利福 师徒 师徒 一百人 穆建年 师徒 也是一百人 这一千二百 也是 张哲子 他们有个小的团体 五十个人 所以总共是 一千二百五十人 这些人 这些人 常随 佛学 不是跟着佛 好玩的 他实现什么呢 事先 放下自己的一切 随从 佛陀 教会 你们想想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 用我们现在的话 放下我们自己的成绩 自己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一切随胜佛陀教会 佛教我们怎么想 教我们怎么看 教我们怎么说 教我们怎么做 这叫做 学佛 这个声文中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榜样 第三句 佛法 耐身传故 佛法 确确实实 是因为 这些出家人 心出实相 心 常随佛学 佛法才能够 救助世界 我们常常听说 正法 救助 要这样正法 才能救助 如果 出家人 这是 真理讲的声文 他的心 他的念头 他的行为 都是贪嗔痴慢 耗鸣耗力 贪图 五欲六成的享受 出实相 没有了 让社会大众 看起来 这个出家人 比在家还不如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灭佛法 这不是心佛法 这是灭佛法 一再仔细观察 他在日常生活 除世待人 谁顺客